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和深圳方面大约下跌都在0.5%左右 其他方面欧洲那边没有太大变化 下跌虽然有 但是都在0.1%以内 而美国的股市呢 则出现了较大的回调 上这个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均有大约是0.6%左右的下跌 但是呢 目前的道琼斯指数依然是维持在了21000点之上 这也是一个历史上的几乎是最高价格 那么在其他方面大宗商品价格昨天下跌会明显 包括铁矿石 铜 原油和黄金价格均有超过2%的下跌 目前油价维持在52美元左右 对比前一天下跌大约是2块钱 黄金价格也是大幅回落 目前是保持在1230附近 那么今天我们朝着跟大家说一下的热门话题呢 就是说一下现在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啊 多少才是合适的 因为我们呢 经常在市面上不论是这个报刊媒体啊 还是网上互联网啊 包括在这个很多的朋友圈口中 都会听说呢 有各种各样的投资信息 有的投资回报率呢 声称达到了30% 有的时候达到了50% 那么这么高的回报率在现实中它是否是合理的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听众朋友呢 或者是收音机前的 包括了这个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都会有个感叹 如果这么好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到底是不是可信 或者说他们的回报率是否是合理的呢 那么在做一些解释之前 首先我要跟大家再一次强调的是呢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银行的定期产品和一些固定收益的债券以外 其他所有的投资都是不确定的 什么叫不确定 就是有可能你是会亏损的 它的投资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它这个风险和收益实际上又是成正比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高收益高风险 或者是高风险 高收益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产品它说的收益率达到了30% 50%甚至于翻倍 那么与之相匹配的 它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呢 也会与之相达到了30% 50%甚至于亏损了达到100% 那么很多朋友说呢 你说的也不一定完全对啊 是吧 那明明我自己做股票去年投了10万块钱 也的确是赚了10万 那我的收益率也是100% 这完全有可能呢 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个收益率的时候呢 可能忽略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时候这个收益率啊 往往散户的收益率 和机构的收益率把它混淆了 这话怎么讲呢 我们不妨做这么一个假设 如果你手中有一万块钱 你不论投资股票也好 投资外汇黄金也好 或者投资其他的大宗商品 你要一万块钱变成两万块钱 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10万块钱呢 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是10万变成20万 在一年之内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继续把资金放大 当资金放大到可能是一个亿甚至于10个亿的时候 这时候你作为一名基金管理的经理 你要把这1个亿或者10个亿的资金 把它在一年之内翻倍变成2个亿 甚至于20个亿 这就非常之难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说到这个投资回报率啊 大家可能会忽略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中两大因素之一就是一个资金的多少 你说小资金要取得高回报率完全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小的资金 人们的心理压力会小一些 你投个100 投个1000 投个1万 即使是亏损50% 也不至于是伤筋动物 但是一旦资金变大 上千万 上亿级别 甚至于几十亿这种大型的资金 你说它要一年上个30% 50% 简直是比登天还要难 如果真的像那些项目所说的啊 拨论资金大小都可以达到这个回报率 那你说像马云啊 像王健林啊 他这些每天飞来飞去还这么累干啥 直接把他们1000一个亿扔到这个项目里去 过三年直接就超过巴菲特 成为全球省富了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一定要有个质疑的态度 我们想一想 比我们有钱的 比我们有关系的 比我们聪明的人大有人在 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幸运 那么赚点小钱是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以大的资金又是稳定高超的回报 这么好的事 听上去是不是都不太可能 那既然你自己都不太相信 你就应该先去质疑一下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资金越小 它可能在某一定时期里面回报率的确是可以做到很高 但是我们要忘了 不要忘了这个投资回报率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时间周期 怎么说呢 你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它把去年表现最好的时候给你拉出来看 哎 去年我的确是收益率达到了50% 看 这是我的业绩 这完全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让它把过去十年的报表全部拉出来看 看它的平均业绩是多少 在千万级以上这样大规模的资金 你要说年均回报率50%能够持续十年 我本人从事金融行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 我们都知道世界首富或者是第二 有的时候第一或者是第二 巴菲特 它的基金名下在过去的30年的平均回报率是在25%到30%之间 也就是因为这个高超的回报率使得它的基金能够成为全世界财富第一 那你说你找到一个项目回报率能够超过50% 稳定持续十年不论资金多少 那它那个项目的本身自己的那个发起人怎么不去赚钱呢 还轮到我们去赚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就怀疑这个是不是天上掉下的陷阱时 通常它不是陷阱 而是陷阱 所以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率 对我们投资产品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 那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如果我们投入的资金少 比如说几千块 比如说是至少甚至于到几万块之间 那么你说我一年要赚个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 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不说长久 这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你可以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理能力能够承受几百几千 甚至于几万的损失 但是一旦到大的资金 一旦到长期的时间 你几百万的资金 在十年的范围之内 你能做到百分之一百每年 打死我也不信 所以说在这个投资回报率上面 我们可以记住以下原则 资金越大 回报率越低 时间越长 回报率越低 我们基本上呢 以这个两个规律去遵循 大致上就不会出错 那么今天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热门产品 就是我们前几天说到 这个是澳元兑美元 我们前几天说到呢 澳元兑美元的关键价格 在两小时的底部是多少 再重复一遍 是在0.7660 它在0.7660的价格上 反复多次 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 都在这个价格附近 但是呢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到晚上时期 最终是打破了前一天的最低线 大约是在0.7650 此后呢 价格就是一落千丈 一落千丈 那为啥澳元这么低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由于美元很有可能要加息 所以说现在不仅仅是澳元 所有的非美产品 包括以美元来定价的 黄金 石油 矿产等等呢 都会面临美元升值 导致的这个标的物呢 数字降低 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说在目前澳元的情况来看 所有的非美产品 不仅仅是澳元 目前就是一个明显的灰调 至于调到什么时候为准呢 我们看不到 但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将很有可能去 是一月底时候的 大约横过来看 在0.75左右 甚至于在 0.7470左右 这一个下面的出生线 那么大家要说到澳元 什么时候会回去呢 还是一样 什么时候能够回到之前 掉下来的价格 0.7660以上 那么它才能算是缓过来一口气 那最后呢 投资者需要今天晚上注意的事件 8点30分 是英国的服务业PMI 到了晚上凌晨2点钟 是美国非制造业PMI 最重要的新闻呢 就是2点半以后凌晨时间 美国有4个联储 包括它的主席 副主席和主要官员 分别出来讲话 如果这4个人的口径 今天晚上依然是偏向于美元要加息 那么3月份 美联储的会议上 美元基本上大局就已经定强了 那感谢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周再见